他表白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我没有 我没有说想要跟他表白 我就是 我记得好像那个是 第一次吧 应该是第一次在片场 见到丽莹姐 完了之后呢 我跟旁边摄影师说 人真漂亮 完了之后杨子听见了 杨子就替我自作主张的去 啊他喜欢你什么 完了之后 因为丽莹姐很直爽嘛 他转过来 哎你没有机会的啊 所以你一开始看到杨子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哇好漂亮的感觉 这什么跟什么呀 因为你说你一开始看到 这种丽莹的时候 你说哇好漂亮啊 对我一开始看到杨子 说哇好漂亮 所以是日解深情 李一峰你觉得 他的个性是不是属于那种 比较早熟型的呀 反正他会比较沉稳一点 但是他的那种沉稳 不是说他不愿意跟别人接近 就是他的交流方式和 幽默的方式就是那种 闷闷的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一直在 99的那个波动上面在动 他可能是一开始一 突然之间跳个100 他总是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 我给你来一句 我想问一下你们熟了以后 不容易笑场吗 其实容易的 我们经常有笑场 哇这个画面 我觉得我会被 我会被风哥的粉丝给生死了 你知道吗 下次在那个剧里头 我觉得在剧组的时候 要要求他做饭给大家吃 因为他经常在微博 会晒他做饭的一些 照片 照片啊什么的 我一直以为说那个是不是 他在拍什么杂志 原来不是啊 他会做饭啊 对啊 这个他藏的太深了 我只知道他最爱打篮球 反正给我发微信 十次有九次都是说 哎走打篮球吧 平常喜欢做什么运动 我喜欢躺着睡觉 你躺着睡觉 怎么保持这个身材的 我好胖的 现在 姐姐可以看一下你的肚子吗 不好吧 是松的还是 等我有一天 有六块的时候 我主动到你面前拖给你看 哇那倒不愿 牙姐 牙姐好了好了 干什么呢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